2020是人类史上石破天荆的一年 年头1月,我塔尖乱南,破天荒做了一个直播,去讲述世界及香港前途 里面有很多预言,无论是时间还是人物,都是准到令人杂杂清奇的 在未来这一条YouTube影片的背景,我就会给大家看看,究竟我有什么地方是讲中了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一条影片是讲Horror Astrology,为什么我会选一个这样的背景给大家看呢? 原来,在年头1月这个大预言里面,当晚的直播,大家看看吧 1小时49分09秒,香港末ACG号观测,围靠古典占星示卦 原来在当晚的直播,我已经是跟大家透露过,我是懂得做这件事的 其实有一些深水清的客人,他们知道之后,他们都有私下去问过我,亦都有享用过我的这个服务 时至现在8月,我塔尖乱南,终于将这个占星卦 Horror Astrology,我终于将它纳入为我的基本服务了 好,原来除了塔罗牌之外,西洋占星我们都可以拿它来做一个占卜 我相信香港人是没什么听过,为什么呢? 我们一般听,如果你对西洋占星的认识不是限于我12星座 那已经很好,你知有些东西叫上升星座,有些东西叫升盘 那已经很好,但是原来还可以把它来做一个占卜呢? 我相信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我塔尖乱南亦都很敢肯定 在香港都不会超过10个人懂得 去用西洋占星做一个卜卦的 Horror Astrology 但是我懂,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在法国的那个师傅,我是入室去跟去学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做升卦的人,我们是要用一个古典新人签证的秘技去做的 其实他的原理就是根据起身动念的那一刻 即是你去生起这个疑问的那一刻 原来你就向宇宙中了一个基 即是就着这个问题,其实你是好像向宇宙敲一个门 然后如果我们根据当刻的升盘 原来就会自然是有答案的了 就仿似中式的奇门遁甲一样 然后当然是不需要角霞的出身资料的 相比起塔罗,但是他就会复杂很多 所以我是需要起码20至25分钟 per question 去解答你们之后的问题 还有他也有一些限制,有一些规条 例如他就好像女性的月事一样 其实每个月都有几天我们是不可以做这个Horror Astrology 不可以做这个升卦的 在我们的术语我们会叫做 via combustor 即是说当月亮在每个月 他经过天平坐15度至天洁坐15度 其实我们就是不可以做这个升卦 其实不是很神奇 因为如果国下对中国的道界有些认识 都可能会听过武不朝真 还有一些占卜的门派,中式占卜的门派 都会说六无日寄占必不厌 即是六无日是六个无日 即是无止日,无人日,无神日 接着无午,无书,无生日 这六个日子如果去做占卜 都必定不会灵验 原来在我们西洋占占也有一些规则 又或者如果一些问题你是问得太早或者太迟 其实根据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的升盘 我们是看得出的,亦都是不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 什么叫做太早或者太迟呢 例如我当你今天地下铁碰着他 看到一个英俊 看了一面之缘 然后你就很快想问一下 究竟我和他可不可以开发结果呢 那这些问题,sorry了,问得太早 又或者 新娘结婚了 他已经走进去的教堂了 但是新郎他不是你,sorry 然后你还要问,哎呀,究竟和他 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啊 那这些问题就问得太迟了 所以记住了 当局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千万记得不要这么快付款过数给我 而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去问这个问题 即是你去生气这个念头的那个时间 年月日当然很容易记 但是那个时间是最重要 因为我就是会根据你去想这个问题的 年月日时那个升盘 去告诉你 首先要告诉你,究竟你问这条问题 问题合不可以,我能不能够去做你这项服务 OK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背景 是的,跟我以前法国的师傅学了东西 我就是说明夏宝龙会上场的 是的,在2020年有夏宝龙中联办这件事情 我连夏宝龙的那个出生都是说明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忽然想念师傅 这个就是我法国的师傅 因为当时其实就是他教我这个Horrori Astrology OK 也很巧,竟然可以看下来这个位置 好,那 《言归胜传》继续讲 然后呢,每位客人就同一个星盘 即是这个星挂的盘 可以问最多三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什么叫范畴呢? 例如爱情 以及金钱 以及工作 是分开三个范畴 是的 然后呢,第二和第三条 都是会比第一条更便宜的 OK 但是呢,因为这个星挂的复杂性呢 我暂时,我塔尘云南本人 暂时我就想呢 每一天我最多是会收 4-5个客户 如果不是,就真是 拿我命三千 所以呢,最后 我们听起来,其实 塔罗是不是爽快很多? 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呢,我比较少说 其实我也是懂得做星挂的这个服务 但是为什么现在 时至8月,我终于会将它 纳入为我的基本服务呢? 原来呢,真的有些人 他们是会 做星挂 对啦, prefer星挂多过塔罗的 例如首先,他们可能真的跟 Astrology 本身,西洋占星这件事呢 他们的关系是强点 那个缘分是深点,重点 他们也会觉得 西洋占星是比塔罗更加有趣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因 第二呢,就是有些基督徒朋友 他们有时会觉得 哎呀,你一做塔罗 就是有魔鬼,魔鬼的交易 有撒旦 对啦,其实这件事呢,我已经是去 就是去 debunk过这个迷思的了 对啦,大家可以现在去看一看这幅背景图 登登,对啦 OK,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总之你去塔罗就很阴邪的了 OK,但是如果你去做这个 Horory Astrology 星挂的话 那你纯粹帮我去看一看天上的星而已 那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吧 对啦,他们就会 prefer 去做这个星挂啦 对啦,所以呢,为什么我今天就会把他立入为我的基本服务 以去cater to不同客人的需要 我来 我来 谢谢观看